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写给他孩子的信 他说孩子啊 当你不管是在什么时候跌倒的时候 你一定要从跌倒的当下学到经验 因为那个就是你的宝 好 那他也因为不断的 因为他这样鼓励他的孩子 所以他的孩子呢 有一次呢 真的是摔了一跤 摔了一跤的时候 因为他那时候还不太晓得 结果摔了一跤的时候 结果发现说 那个他在爬楼梯 在爬山 那个阶梯 刚好那个酒头滑倒 滑倒的时候长出一颗那个什么 很名贵 就像我们台湾的在想 那个中药材 现在那个时候有人说专门制那个肝脏的一种药 结果呢 他就是捡到了这个 所以他当时他就说 果然啊 跌倒了就会赚到了 那问题是各位 你跌倒的时候是懊恼 还是从跌倒之中 你发现了很多你可以去学习的 那我们一个人 一生就去罢你 你如果每一次事情都要跌倒了 那你呢 永远 学的只是一点点 对不对 可是假定 我们能够透过教学 你呢 就可以发现说 有很多的经验 你在别人的身上 或者在古人的著作里边 你就可以马上把它吸收过来 好像 孟子他曾经讲过 我们养生莫如寡意 好 那养生莫如寡意 那欲望好不好 我们都知道 欲望带给我们很多的烦恼 可是假定 我们社会要是没有一个欲望 那我们的社会它就不会进步 那你想想看 我们的孟子他说 寡意 寡就是形容单一的意思 也就是你的目标要只有单一 你的方向要单一 你的一辈子所做的事情要单一 那这样的欲望 才不会说 这个也想要 那个也想要 这个也想 那个也想 我告诉你 歧路就枉洋 对不对 你这个也要试试看 那个也要试试看 那你一辈子永远没完没了 所以当年 我58年开始学佛之后 到现在 我就只有一个想法 因为我是学教育 我发现佛头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教育家 所以我一生只做一件事 只做 从教义的这些原理原则 来重新阅读佛经 看佛头当年是怎么说 所以 我几乎把 差不多有一百多部的经典 我大概都有 不只是说看过 读过 我还讲过 那为什么 因为我的生命只有一样 对不对 刚刚 那个我们师父很慈悲啊 说要我到那个贵宾室休息一下 我就真的到贵宾室去 他很慈悲啊 他就说 教授 教授 你夫人身体不是很好 最近怎么样 我说 我太太呢 以前因为那个诊疾啊 结果的时候那时候在脊椎一诊 结果说 不诊还好 一诊了以后脊椎就怎么样 就突出了 结果苦不堪言 那时候我要出去上课的时候 要帮他准备两个电锅 所以我家有两个电锅 一个电锅就是跟我太太讲说 你中午要吃的时候就按这一边 晚上要吃的时候就按这一边 我把饭菜都把它弄好 按这个就是午餐 按这个就是晚餐 但是啊 也熬过去 他就问我 有没有好一点 我说 我不晓得了 因为我跟火菩萨说 菩萨 如果你要让我有足够的时间去上课 那么 你就让我不必太在乎我太太的照顾 如果我太太需要我的照顾越多 那么我能够到外面上课的时间越少 所以 跟他同一个时间脊椎受伤的这些啊 我看都是 越来越研究 但是啊 我太太呢 就怎么样 越来越好 就这样啊 所以啊 我常常跟很多朋友在分享 人的力量啊 没什么好了 佛祖叫力量啊 所以大家呢 真的用心的写 那你一定要常常去想 我要努力 但是啊 我如何努力呢 所以我们一个有经验的人 我们当一个师长 你就要把它砍一砍 要记得哦 要砍一砍 砍一砍 你没有砍 你的砍都没什么好 很多事情你就是要砍一砍 我太太 很疼孙子 对不对 因为每一次出国 我太太心中只有想要买东西 就是要买给孙子的 他很疼孙子 结果孙子呢 锁在路上 刚刚我看到有一个老师 一直的在跑 我们这个地板很滑 我就很担心了 我就一直帮他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保佑他 不要摔一跤 好 那我孙子呢 跌了一跤 跌了一跤的时候 我太太就很舍不得抱起来 土地坏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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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感觉他来说 你叫错了 土地哪里有坏坏 土地它本来就在那里 对不对 它没有过失 是你自己不小心的 所以你要让你的那个什么 你的孙子要心存感恩 所以我马上就跟我的孙子说 赶快蹲下来 摸一摸土地 对不起啊 我刚刚把你踩伤了 痛不痛 阿公 土地不痛 我痛了 哈哈哈哈 想想看 小孩子就是这样嘛 对不对 啊 但是你要把他踩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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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在哪里 等一下跌倒的 哦 在这里哦 阿来 你摸摸看 跟他说对不起 对不对 所以要把他踩一踩 你都没把他踩一踩 那你就没办法 昨天我从那个北海道回到台北 是昨天晚上 大概九点半 那回到家的时候 我孙子就还在等我啊 那他在等我的时候 他就一直的在问 阿公 你这次帮我买什么玩具 我那个媳妇就一直的跟他讲 小孩子不要问 小孩子不要问 这样 回到家的时候 再赶快把玩具啊 还有那个什么雷神巧克力啊 赶快拿给他吃啊 还有薯条三兄弟嘛 对不对 就赶快拿给他吃 结果他吃了 口干舌燥了 他就说要喝水 然后就倒了一杯水 结果那个水就掉到地板 结果他的妈妈就说 你赶快去把那个抹布拿来 把那个桌子先擦 擦干净 然后地板再擦一擦 我看着孙子 在我的媳妇的教导下 乖乖地走 我这时候马上就补了一句 嗯 我们杨家起到这样的媳妇 真偷教孙 我就放心咯 你们有没有 每天我们感觉 哎呀 这什么 你会怕离死水 有没有这样 你要记住哦 不管是怎么样 你就是要牵着他 带着他 因为我们人 善的心手 跟不善的心手 相应的 不相应的 你看 你看 维世说得多么清楚 那我们如果说要认着 我们现在的心性 你看我们现在的教育 有加还是比没加的 更坏了 为什么 都让电视在加 对吗 结果坏的心手都全部跑出来 善的心手都发不出来 那相应不相应的 没人就会参与 那你呢 不断地这样练习 我记得 当时我们台北平头学院刚成立 那成立的时候啊 我就在里边 常常有很多人啊 到我的前面 教授啊 我怎么办 就怎样 讲讲讲 有时候 我跟他讲说 我说 我可以跟你谈差不多十分钟 但是他只要讲了 就讲一个小时 讲两个小时 啊怎么办 我的学生啊 在旁边就会一直的 想要把他推开 对不对 啊 我就跟他讲 让他说 为什么 各位想想看 我没有到大陆 去当台商 但是很多人到大陆去当台商 你就可以得到好多好多的尴尬 不然努力 假定你没有方向 假定你没有方向 那么你那个努力 那么你那个努力 乱努力 没有用 所以我们一般 学校的教育 就讲 你要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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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佛教 心就戏多了 你想想看 精进两个字 精进跟努力两个字 大家读一读看 努力就是比较努力 比较努力 要拼才会赢 努力嘛 但是怎么努力 我们看到很多失败的人不是不努力的 他越努力越失败 对不对 一大堆啊 但是精进就不一样 精是要精益求精 对不对 所以精益求精 这个字来自于元亨利争 八卦里边的前卦 元亨利争 也就是说 我们所有的事 你一定要精进 如何去进步 是你自己的专业 你自己想要努力的 那么你自己想要努力的 你从那个点 一直的努力下去 你不要怕说 其他的书我都没贪 要怎么办 不用怕 你一直的努力 但是呢 很多 这些我们读心理学都知道 学习有学习转移 对不对 这一种功能 所以当你在学习什么的时候 你就可以马上讲 我到北海道 然后呢 有一个朋友就跟我在分享 他说 其实他们北边那个岛叫做库越岛 我说 哦 库越岛 我知道 他说库越岛是艾魂条约的时候 割让给苏二的 那我就问他 艾魂条约是谁签的呢 他说我忘记了 我说签艾魂条约的叫做曾记者 就是曾国藩的儿子 他说 你怎么知道 我说当然知道 而我还跟他说 当时 左宗棠 林哲习 左宗棠两个人 为了 保护新疆 结果呢 才签这个艾魂条约 也就是他认为说 把这个陆地的屏障 把中国的屏障 把它保护好 那么连可 那些北方比较不重要的 这些土地就把它割染出去 他就问我说 你在高中的时候教历史啊 我说没有 他说 那你怎么懂得那么懂 我说 我可以跟你教你的历史 也可以帮你教你的地理 为什么 不是我读过 是因为你一门深入以后 你自然那种 很多 你会 该认识的 该懂的 你就自然会看到 然后你看到的时候 你就过目不忘 你哪一年哪一月 做什么事情 你大概都可以忘 大概都可以 不会有一点点损失 我随便举一个例子 你们应该都可以感受 我说 当你一走进来 有没有所有的人都看到 你一进来的时候是不是 我每一样东西我都看得一清二楚 像这个你们在修行的时候 你每天都要常常练习 所以要进教室之前 你如果现在还在学校教书 你每天要进教室之前 你常常练习 我不要马上一脚踩进去 我走到教室门口 然后往里边看一圈 然后你再进去 你看一圈 你再进去的时候 你的射受力 跟你马上走进去 那个射受力完全不一样 所以像这些呢 就是你一定要学的 但我们要精进 那你呢 不断的精进 要有师长的引导 那这些师长 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包括了别人的经验 我的经验 还有包括古人的经验 东西文化 各方面所有的这些资料 都是你的经验 而且你呢 一定要想 我可以教 你千万不要只有想说 我都在想 反正来报恩啊 来报怨啊 来什么 来什么讨债啊 来还债啊 你不要这样想 你就想说 不管是哪一样 但是呢 只要有言 身为一家人 要不要教 是你的学生 要不要教 在座有很多 都是我的学生 他们呢 他们看到我的时间 比我的侄女 看到我的时间还多 因为我把学生 比自己的家人 更重视 为什么 不是我不顾家 因为我知道我没有能力顾家 我把家交给佛菩萨 然后我呢 做佛菩萨的工作 这样而已 理性就是这样 很简单的 你常常这样去做 那么你也会可以得到 这种真正的成就 那现在各位要知道 南方增长天文 他手上拿的是一把什么 箭 箭就是要 隔掉隔藤 你有一些 那裤裤的东西 用智慧的箭 切一条 对不对 很多人常常问我 累不累 我说我只有做一件事 哪里会累 你说我累不累 我不累 因为我现在只是在上课 我只有做一件事 我哪里会累 可是如果你呢 把很多的事情 想这个想那个 我在说 我认真 我打拼 你怎么没有用说在听 听不听这是别人的事 跟你毫无相关 可是我们当老师呢 你总是会 想说我要怎么样 要怎么样 自己有很多的期待 自己有很多的期待 对不对 你放下的态 你放下 用智慧的箭 把这些勾勾定 你把它割舍 所以 养生莫如寡意 那个欲望 你要用智慧的箭 去把它砍 砍掉 那么这样 你的进步 它就会指日可待 很快 尤其我们学伙的 你一定要常常这样写 好 那再来 刚刚已经谈到了 要用心 那也要精进 要好的 往老师所引导的 古人所教导的 来不断的去走 那现在最重要 你要走什么 要走什么 所以啦 我们现在看到的西方广木天王 好 广木天王 我用金刚经里边的一句话 你们大概就马上懂 佛说 我们有没有肉眼 有 有没有天眼 有没有慧眼 有没有华眼 有没有佛眼 无眼记住 好 大家都有肉眼 肉眼看的东西是 目光如斗 对不对 因为你只有看到一个点 所以啊 你目光如斗 可是假定你有天眼 你就很清楚的知道 好像举一个例子 你这时候 女儿如果说科的医学院 你怎么选择哪一个科 以后脊椎出问题的一定最多 然后板脊椎出问题的一定最多 为什么 一天到晚都在华 我孙女 我拿一本书给她 她在书上 我说这个是书啦 要用一个翻的啦 一页一页一页这样翻啦 你看 这个文化会遗传的 文化跟基因一样它是会遗传的 所以下一代的人 他的这个对科技这些机器的使用 一定比我们这一代还厉害 为什么 因为文化会遗传 所以他就用手骨了 那你们想想看 你们现在走在路上或者大家一起吃饭 是不是在滑来滑去 啊滑来滑去啊 会不会低头 阿滑会遗传的 阿滑会遗传的 结果他没有听我的话 结果他现在的孩子也考上了 他就跟我讲 啊恶舅 你以前怎么那么厉害 你就跟我讲说 要选择耳鼻火科 因为怎么样 环境污染嘛 对不对 要选择那个精神科 为什么 神经病的一大堆 你看现在人一天到晚吃饱饭 不做事 对不对 啊闲来无事 穷的只剩下时间 你吃早餐 要不要像以前三四两的开自奔 不练嘛 一百块铁丝就一个饭团就回来了 一天到晚 不晓得在忙什么 因为闲来无事 所以啊 像这一个忧郁症 躁郁症 老人痴呆症 尤其老人医学 所以啊各位啊 像在未来 附健科 这些颈椎科 还有老人医学的 一定特别多 所以我们 我有一个朋友 他在问我 诶教授教授 我这时候想要做生理 不知道要做什么 台湾所有的生理都做了 我说乱子 我说台湾要有很多生理 没人做 他说什么 我说我们 明年开始 我们台湾老人人口 将会开始进入高龄社会 然后我们的人口老化 会越来越严重 你们到那个日本的时候 你们就会发现 日本七十几岁 八十几岁 拈在 那个工作 很多 对不对 那未来 我们台湾 老人 老人 所需要的这些行业 好 像眼镜 对不对 你们看 李登辉 李前总统 他那个眼镜 看起来好像是保护眼镜 其实那个叫做老人眼镜 你们看 很多那个 雨伞 如果说拿着雨伞 大家都拿着雨伞 但是老人 他会拿着雨伞当什么 拐杖 所以那个行业 你们可以开发 对不对 太多老人所需要的 你想想看 老人要不要运动 老人要不要爬山 老人 他最主要的是怎么样 他的生理 或者是 他的这些生活的照顾 有太多的行业 你们都可以去 开始开发 以前 女人的钱 小孩子的钱 最好赚 现在要赚小孩子的钱 越来越难 女孩子的钱也越来越难 但是呢 台湾现在 各位要知道 台湾现在 所有的资产 大概有80% 是掌握在65岁以上的这些老人 然后65以下的 这些年轻人 他拥有的资产相当有限 所以你看看台湾 大家也在垢老本 为什么 财产都在这老人 辛苦啊 对不对 所以啊 像这些 大家呢 一定要知道 这个就是能够看到未来 那个就叫做天眼 好 你拥有的肉眼 你还要拥有天眼 再来 你还要拥有慧眼 慧眼就是 你看问题 要从多个面向 每个角度你都要看 对不对 你看 空拍 台湾 看见台湾 那么呢 那个面向跟我们习惯的 从我们的点 那个来看 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他就是属于慧眼的一种 但是啊 真正的慧眼 就是你还要看了很多 别人所看不到 对不对 你看 以前 我们老祖宗就告诉我们了 查其眼 观其醒 人焉受灾 人焉受灾 也就是说 我们透过 看人家讲的话 或者从他的行为 身上所流露出来的 那你马上就可以断定 他现在的需要是什么 那么像这些都叫做 慧眼 所以 我常常